东华大学圆明院三号领选新任院长 最后由现任考试院考试委员蒲中成出任 蒲中成认为八年考试院任期应该交由他人接棒 是时候返回教职岗位服务 他更提到去年八月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之后 族人应该认真面对新局势 他以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狩猎文化议题为例 认为原住民族跟主流社会对话过程 如何论述原住民族文化价值 学者肩负更大责任 我们的狩猎文化频频遭到主流社会某些团体的质疑 我们需要做更精辟更宽广的一种认述 我想我希望能够回去跟我们这些比较后辈的教授们 我们一起面对这些种种的议题 蒲中成认为原住民族面对许多议题 要能够跟主流社会民意抗衡 有赖广大学者从事更多科学调查及整理论述 对于原民院长将由蒲中成接任 院内学生也感到期待 因为我们是大一来的嘛 然后像福布一样就是对我们就是很热情 然后对我们很和善 然后很有亲切感这样 然后对原民院的事务啊 或是学生啊 就是不管他有没有教到学生 就很像一家人一样 然后对我们很关心这样 对啊然后希望能够 就像部落嘛 然后像原住民一样 就是像一家人这样相处这样 希望延续着上一届院长的那个 因为承先起后就是可以 就带领我们同学师师生这样 一起为原住民还是为 为着部落 为着更多我们族群族人的那个 那个力去前进这样 学生期待新任院长带领他们向上成长 而东华大学副教授陈章培伦 也对院长浦中成有不少期许 浦中成老师来担任我们的院长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候 因为毕竟在四五年前 原民院成立的时候呢 讲一句简单话 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么通过之后呢 到目前十年出头的时间 其实包括原住民社会 以及总体社会 因为原住法的影响 对于原住民族的权利 已经开始有了更深入的一些理解 东华大学副教授陈章培伦 希望普中成上任 能够擦亮东华大学原民院招牌 尝试跨校组合研究团队 让原住民族社会重大议题 有强大实质贡献 同时也能够带领将东华大学原民院 成为未来国家政策一大智库 记者综合报导